万众瞩目,中国格斗迷的节日,UFC300中国得比 现草量级世界冠军张伟丽接受同胞严小南的挑战 说中国格斗迷过年了不为过 因为这是UFC史上肌腰带之战首次在两名中国选手之间进行 或许大家都会看好张伟丽 毕竟他目前有点打遍无敌手的意味 但严小南能够走到张伟丽的面前并不容易 都说有市场原因促成这场比赛 但如果严小南没有任何赢下比赛的希望 这场比赛也不可能落地 果不其然,比赛中双方竭尽所能 我们来欣赏一下此一最精彩的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